O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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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bychef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會教大家 自己一個 是日式茶碗蒸的 這個食譜是很簡單 亦非常好吃的 第一個步驟 我們需要兩隻蛋 我們打蛋 最好用筷子 打的時候 我們不要把筷子離開蛋 因為會入太多空氣 因為蒸蛋的時候 就會沒那麼滑 稍微均勻了 我們就可以加調味料了 第一樣要加的就是醬油 然後就是味淋 味淋就可以令到它的味道清甜一點 鹽我們就一小煮 因為已經加了醬油 稍微打勻它 接著就可以加清雞湯又可以 或者是一些坤寶湯都可以 兩隻蛋我就用300毫升的清雞湯 就是稍微再拌勻它 我們確保那個蛋蒸出來 又是很滑的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蛋液 我們就要過一過篩 你會看到它那些 打得不夠均勻的 就在篩上面 我們就準備兩至三個容器 我們準備了一些材料 首先我們就把冬菇片放在裡面 新鮮蝦就已經去腸洗乾淨了 接著就再放一顆銀杏 之後就可以將蛋漿 小心地加入那個容器裡面 盡量不要讓它有很多泡泡 大概去到八九成滿左右 你看到它有些泡泡 其實你就可以用一些竹籤 剁走它 或者比較專業的方法 就用火槍燒一燒去表面 那些泡泡就會消失了 好 這樣泡泡都噴走之後 我們就可以蒸之前蓋上蓋子 防止它倒汗水滴花的表面 如果你沒有那個蓋子也沒問題 如果你用碗蒸 你可以用保鮮紙包著也可以 蒸的時候也有點巧妙 我們就開大火 蓋上蓋子蒸三分鐘 之後我們就要用筷子 放在蓋子和鍋中間 就讓它疏氣 中火蒸多10至12分鐘 我們就可以用竹籤或者筷子 揪一揪去表面 如果它表面已經瓊了的話 就代表蒸蛋就已經完成了 這是什麼? 我們就在蓋子傳統 我們就用筷子 做筷子圓動作 我們就在包裝